很好 中国过去家庭是大家庭 它是社会行为 不是单独人的行为 一个家族 五六代都不分家 都住在一起 他们所实行的 现在人家的共产主义 家庭每一个成员 赚的钱都要归工 家是一个团体 像现在公司行好一样 那家人 过过家人都是员工 都要为这个家庭 以这个为中心 家负责教育 负责养老 退休之后 所以说落叶归根 那个根就是老家 归根做什么 归根是相福 中国人一生 把相福放在万年 跟外国人不一样 外国人把相福放在童年 儿童的天堂 福都能是相完了 所以老人就没福了 中国老人有福 为什么他没想福 从小就严压管教 严格的管教 中年 奉献于学会 老年回家养老 他的福都在万年 天伦之罗 这个我们也要想办法 把它演出来 表演出来 做出来 让一般 这个大众啊 看看 中国古社会 这个老人 他多快乐 他多幸福 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因为我们每个人 对老年 如果我们自己 关系太大了 我们晚年怎么办呢 这个都是要恢复家庭